黄鱼豆腐羹 黄鱼豆腐羹是山东名菜 特别盛行于焦东沿海地区 羹是古代的一种菜肴 延续至今 现在的羹品种多样 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 黄鱼豆腐羹 属于汤汁不太浓的类 做这道菜需用的主料是黄花鱼一条 辅料是豆腐香菇冬笋 酱油 姜 葱 水淀粉 精盐 料酒 味精 香油 胡椒粉 香菜 做这道菜 做这道菜 首先将豆腐用开水穿透捞出 装盘待用 将黄鱼下油锅内煎制 爹 酱油 合酱油 年冬笋 当筑 水 资 冬笋 将两面都煎成金黄色 倒入漏勺 炒锅内打底油 放入葱姜段 加入清汤 将鱼下锅 加少许料酒 和酱油 加少许料酒 同时撇去浮沫 将鱼煮烂以后 捞出装入盘内 这时可以在菜堆上取出鱼肉 剔出鱼骨 和酱油 剔除鱼骨鱼刺鱼头的时候一定要去干净 炒勺内加入清汤 将鱼肉倒回炒勺内 加入豆腐 冬笋 香菇 烧开以后撇去浮沫 然后加入精盐味精料酒和胡椒粉 调好口味 然后将汤倒入汤盆内 滴入香油加入香菜末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先煮再炖烹调成羹 鱼肉鲜纯 原味和豆腐混合一起别有风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琳 酱 魂 黄 雨 雨 感谢观看